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有一个习惯 收集各种各样 优美有用的句子 我把它叫做 好句子 或者是语录 我拒绝使用 名人名言这样的说法 因为我发现很多 对我有用 或者是帮助过我的句子 并不出自名人 或者是伟人之口 从今天这一期节目开始 我将开始一个新的栏目 希望把这些影响过我的 好的句子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句子 由于它们是对 同一主题的描述和讲解 它们之间往往会有所关联 从这个方面来考量 其实最好的办法 是进行主题的串讲 但是做节目 必须短小精悍 时间不能太长 所以我最后还是不得不忍痛割爱 我将在每一期的节目里头 只跟你讲一句话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这句话 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的 杰弗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被公认为是美国的国父之一 他这句话讲的是关于如何制怒 我们知道 愤怒是一种可怕的 具有杀伤力的情绪 它跟忧伤和悲痛不太一样 因为这些情绪 往往只对自己造成伤害 而愤怒的时候 人们可能对自己的言行失去控制 往往会做出对自己 或者是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举动 导致自己后悔不已 今天这句话 Thomas Jefferson 带给我们的 就是一个具体的方法 帮助我们如何在愤怒的当下 能够尽可能地避免 让这种不好的情绪爆发出来 他是这么说的 When angry count to ten before you speak If very angry count to one hundred 你看 非常简单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生气的时候 首先闭嘴 别说话 从一数到十 如果你觉得非常愤怒 那么数到十也不管用的时候 就继续往下数 数到一百 如果你没有用过这种办法 你最开始可能会怀疑它的有效性 我告诉你 它极其有效 它就像武功秘籍里头 传说的那个葵花宝典一样 这种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我下面就来试图解释 这个东西为什么有用 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简单 不需要任何的工具 当你介绍一个方法给别人讲 你在愤怒的时候 首先掏出一把黄豆 然后开始数数 你讲讲这个方法会能有用吗 不会有用 所以你不需要任何工具 你心念一动 马上就可以实施 这个就满足了这个条件 第二一点 你一旦学会了这个方法 而且你用过一次 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忘记 因为它极其有效 托马斯救过你一次 他每次都会来 直到你最后 根本就不需要他 我过了50岁以后 我基本上就没有愤怒了 所以我不再需要托马斯了 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 需要技术控制我愤怒的阶段 我已经在根源上消除了愤怒 这种情绪 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 就是如何来实施这样一个办法 重要的心法 第一点 你用这一招 一定要默默的使用 偷偷的使用 对方已经非常激动了 然后你突然开始难难自语 开始数一二三四五的时候 你想想什么事情会发生 对方一定更发火 为什么 你刚才还是对抗性的愤怒 你开始难难自语说话的时候 你已经变成了对他的蔑视 所以他会更加愤怒 如果你要是公开的使用这一招 如果不管用的话 你可别怪托马斯 第二个心法 更为重要 是什么呢 很多人讲这一招没用 为什么没用 在生气的当下 他根本就想不起托马斯 他老人家 所以这一招没用 我告诉你 这个重要的心法是什么 就是你提前对场景进行预言 如果你想避免跟你的老婆 老公 男朋友 女朋友 爹妈 吵架 朋友 老板 等等等等 你就预言 这个东西将要到来 然后想象你发火的时候 气得浑身发抖的时候 眼睛微闭心中默念托马斯一道十一道一百的时候 你操练过几遍 下次真的发生的时候 托马斯就会来救你 而你一旦使用过一次 灵光过一次 托马斯就再也不会忘记你 你每次需要他的时候 他都会来挽救你 经过几次以后 你就会发现托马斯他老人家 真的很厉害 托马斯·杰弗逊的这句话 朴实无华 但是非常深刻 如果应用得当 相信对你的人生一定会有所帮助 关于这句话 实际上我还有更多深层次的解读 天夫所现 今天就此打住 这一期的节目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向你展示 我准备做语录精选这个栏目的目的和方法 我想通过这种努力 把这些看似简单干巴巴的句子 能让它生动起来 从而引起你的兴趣 自怒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就像武林江湖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独门秘迹 那么接下去的一期节目 我要给你介绍的就是 马克吐温的自怒办法 他的办法得到了托马斯的真传 还略有发展 特别符合马克吐温的幽默的真性情 那么他的办法是什么呢 我们在下一期节目里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